好,這場是我對韓國的一個玩家 看片面,看見不是微Q的就六層了 月神好像有點難解謎微Q 對面也很明顯不是高速的蓋子 應該是玩一些氣空型的蓋子 看見Asmond出了月神最佳Bini 後手和星星最佳火貓 我想應該是想斬著蓋子 然後拿月神去打火貓和星星 純粹不知道蓋子什麼套裝 炎帝和Starker都好像沒什麼空間 是看他出的才有之罪 我覺得月神是必須頂的 因為無論如何要先夾著火貓 對面焗他換走也好 夾走他之後就靠一隻草主來打 對面也是草火水,我也是草火水 大概一個這樣的想法 今天對面的火貓已經凌固了 我想對面就是想用面粉去控制你的操作 你這個位置也不用想 那應該是麻威一隻再加流星光操 打火貓那邊 不是說笑 嚴重想過不射去火貓那邊 因為你射完 只有一下就知道沒什麼再射了 那可能你是打算 反正都是加1 那就再加多 沒事的 對,我有想過就搬 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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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可能是木葉取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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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 所以這個位置 猜不到我,加2 這位U-Turn打了Armongus 純粹是Cover Play 因為擔心我U-Turn失敗了 我這個U-Turn是想上Vinny,不想給他面 路粉都夾著他,你夠膽就不路粉 那就火貓我加2 加2的流星光速 這個位置U-Turn 看到他路粉後,其實我未必需要上Vinny 現在火媽的Vinny好 最後選了Vinny 為甚麼呢? 我忘記了為甚麼選Vinny 我猜傻了吧 因為我想Hill Pulse 好像是因為我想Hill Pulse 但這樣有個風險,隨時會被人 隨時可以被人綿到我 或者可以把Vinny撞開 因為他可以上草主 而我這個場上不像有草主 因為我都以後而言 Hill Pulse就是光場好 Armongus Beam就可以收到Armongus 9成9保護 然後還有Stand很多下 也很煩 他Stand很多下我就會變回嘉玲 而且我沒得保護 這個就是低能 這下其實我已經錯誤了 應該照Mongus Beam下去 應該照Mongus Beam下去沽 雖然保護太明顯 但也要照做 但是Mongus Beam在右邊 因為我覺得需要做Chap Damage 因為後面沒有東西搞火貓 但這個算是一個很致命的 毒多了 其實我可以照Mongus Beam 旁邊的位置 就算Armongus保護 下方轉火貓出來 他也要有東西吃 那這個就是貪心仔 那就是 這位對面都明顯會上火貓 那這個位置呢 又是想去撤發Guru 之後這隻星星 又不知浸不就好 是U-turn好 還是怎樣呢 又沒有人接下去 這個呢 是呀 誰知道哪邊轉火貓 一兩邊轉火貓都非常合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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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 是 背心的 草柱 來的 我只是減1 有草場的 完全想不明白為什麼不死 這個 因為是XP的概要卡 是呀 言如我慘了 這個不捨 真的 噁心 下個槍他一定是草柱 左手裡面再想做什麼 但他不可以把草柱 可能就是一個保護Snow 我也很煩 因為我沒有東西搞到火貓 所以這個位置就 我怕是Snow 我先按廣房 既然是Bulky蓋 我猜他也是死完 然後冰乾 所以他要是死完 要是冰乾 我猜到 第三招要是打雷 不像會出打雷 剛才Y格 右手邊是轉一隻火貓 因為我看到草柱法的Koi 可以U-turn 基本上Koi是做不到傷害的 但是 嘩 對面有沒有這麼聰明啊 廣房都沒有出過 你讀我用廣房 是不是瘋了 這個位置不敢Snow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基本上我沒有做過傷害的 但是呢 我的月神呢 已經被人摧殘了 有parting shot 有Snow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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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人摧殘了 順便呢 還要做一些抗綿的手段 因為怕被人摧殘 我暫時無法弄到一隻Amongus 暫時 嘩 這個位置呢 嘩 嘩 這個位置呢 是怕吃小屎完 但是 我沒有想過這麼聰明 Spoor都不敢 直接Pull and Puff下去 嘩 對面其實這次超級漂亮 對面的Play 對面的Play 不算重毒心 但是呢 正常的操作下呢 對面是Lit我九條街 他是想先我千八步 而我完全摸不到他的腳 最後的 收走火貓 因為這樣他可以確保 綿瓦一隻一來二來 火貓就沒什麼意思了 所以我什麼都做不到 他當時還未出草主 但我也猜他最後那隻是草主 但是 我不想去到那麼拼 其實我可以左邊換草主出來 然後右邊操作 到後面拍拼 去強勁強盛回 這隻Pull and Puff finish 但即使我這樣做 其實 純粹是這個回合 沒有給他臉 但也算是蠻懲罪的 因為 一個回合沒有做過 我也怕火貓 不知道可以拍拼下來 還是怎樣 純粹是 尖前顧後的情況下 就沒做到防面 這個回合 換走再給他 太強勁強盛回 Pull and Puff finish 做防面手段 基本上都沒得打 這個位置 整隊都被殘忍到殘忍了 而且Phenny被棉了 這個位置1.53拖一個ターン 因為我打算Amoongus也卡一場 最多上火貓 我就這樣卡一個ターン 因為我不拖上Phenny應該也打不到 因為不夠Amoongus也做不到火貓 靠Nature Man才打夠火貓 這個時候雙方的Timer也很低 只剩下2-3分鐘 這個位置焗上火貓會吃Hammer 其實我也猜對面會U-turn 我草主的位置 算是火貓太明顯 而對面這個時候 吃了一點不用讀得那麼行 萬一被我拖多個Timer就糟糕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拖Hammer出來 這個時候我應該是 拿一個人頭 誰都不可以掉 一掉了一個 就會拖延了Timer 那這個時候我還是出Phenny 對面也是不敢一夜草招 所以U-turn 對面應該也是上一隻 菇 我想 那隻蓋 然後有火吹下去 對 那我都不錯 那PTing鎖就在蓋上 那上環照上 要殺 先 我也是預期他那邊想蓋來直我火吹 所以只要PTing鎖就這樣 這下算是有四招賺的 竟然PTing鎖也是Vinny 對 對 但是呢 證實了 其實我這對手很缺輸出 所以我的月純現在沒有加減 只要Mungai Stream 帶我去Koyoka 應該不會死 其實好看這下 Mungai Stream帶我去Koyoka 是殺不殺得死 你真的拚這下 你收到他的話 贏了 收不到就輸了 三分鐘 對 我剛才那位 其實我有點做錯 我是想 我Lunana終於可以出來打 有機會可以不吃傷 上場 貪心 這個位置上場 其實Lunana是死硬的 因為我剛才Lunana和PTing鎖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我沒有挽勾手在場 其實變了局食 現在Affini被人催眠了 我沒得可以雙倍一個位 減三組 其實基本上 被對面吃一隻 等下兩分鐘 我掉了頭 雖然對面有Koyoka殘血 但其實他上貨貓 我就一個頭都拿不到 有雨天有成 根本不可能打死草主 就是為什麼這個Ting鎖 要Fakeout到草主 其實我可以把U-Ting 全部打進去 為什麼不敢做 原因就是 我怕他那個位置會按U-Ting 如果他按U-Ting的話 我打不到 我讀對面做的 是Koyoka換火貓 然後儲著U-Ting的Koyoka 他就可以避免 Wu-Hammer 打不到Koyoka的位置 同時又可以用Koyoka來吃火 因為純粹是速度線的先後關係 我沒有想過直接換火貓 也可以的 這個位置是無解的 剩下20秒 亂按下去 就是很漫長的完結了第一場 亦都是被人用一隊Koyoka磨隊 被人磨爆了 好心痛 第二波真的要想想想 怎樣殺一隻Koyoka 因為木槌 減1木槌是很容易出現的 他知道火貓是後手的 換一隻火貓 基本上我都減1打下去 減1木槌 打下去7成 哇 怎麼打啊 這隻Koyoka 還是先熬個靚底 只要先把火貓 至於先後次序 所以隨便 Amoonga先還是火貓 其實分別都大 但為何會選擇 為何會選擇 草主先還是火貓 其實分別不大 為何會選擇草主先呢 原因就是 怕對面開箱草 如果開箱草 然後有火貓 那就會拒拒歐牌先 被找到火貓 那我用火貓 我開草主先 確保弃草主先 這個時候 都是讀對面的肌 不敢名老 直接 一個U-Turn 刺了反應打 annoyed 對面的聲聲 應該是支援U-Turn 不會被複惕 現在就讀得正好,直接重傷了猩猩 其實是讀者猩猩是否會被拒勾 如果他拒勾我的話 而我沒有拒勾到amungus 我就會用Lunana吃麵 但是我猜他應該不會太直 因為我拒勾先 所以我猜他是想U-turn火貓上來 如果我拒勾amungus,然後他U-turn火貓上來 我就有點麻煩 因為他下個 turn 露粉,然後火貓就開始打 所以我這個 turn 就無法拒勾 就是U-turn這樣讀 讀中了 但那時候他很麻煩了 他又想回草主又再滅 怎麼辦呢 吃硬的 沒辦法 但如果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要讀我邊邊上草主 因為我可以拿草主來吃椒麵 對面也聰明 孫燦不給我讀 但這下更聰明的是 他避開了我 流星光束 很重要 如果我吃了流星光束 這下就進入moonguysprim的射程 然而 他避開了 唉 Lunana又被破了盾 又被Snow了一下 加減0 也沒意思 先走 那這下換草主 其實也是 覺得對面這個時候可以無到變 因為他已經不需要露粉 因為我已經射了一個招 這個位其實射得正確 我覺得可圈可點 可能未必 應該那個位流星光束 可能Mugaisprim 或Mugaisprim 有機會會好些 但那個位貪心了 沒辦法 對了 這個位置對面也很聰明 唉 廢話和你讀 讀什麼 不讀 哪個位置想草主 就按Pollen Puff 這高手所謂 避開毒心 這個時候草主回了一大部分 這個也是很合理的play 因為我都沒有東西可以重創草主 也不像Mugaisprim 這個時候 被他回了這麼多血 現在就是Mugais 準備走路 準備走路 然後Regenerator 就回了 不走路 又可以 走路的原因是 沒有東西即時威脅到他 那Fake out 那Fake out 就 為什麼 可能想Spore我吧 不知道 這個Fake out Fake out 有點莫名其妙 火不火 都在草主 很明顯 有個Kai 火貓上來的 這個位置 Rogus 轉回草主 很合理的 無限輪轉play 無限輪轉loop 這個位置 我擔心吃木鎚 因為 其實我草主都擔心 U-turn走 在場上沒有什麼意思 我草主打不到人 這個位置 木鎚 草主的位置 吃我FINNY 也很合理 所以U-turn 按下去有點手抖 但是 幸好 對面沒那麼聰明 U-turn 下來 Q-Q-Q 上扁 這些都要的 嗯 那 這個位置 上Coyle 卡 那 我想 因為我照點火推進去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說過 它可以木葉槌 隨便一個位置 吃我FINNY 因為我肯定要轉 FINNY 不轉FINNY 我想月神都要吃 那 沒有想過 這個位置 直接上Coyle 其實 穩陣一點 是應該按parting shot 不應該火推進去 反正火推都未必死 這個位置 就是我貪心 懲罰了自己 被迫著 要手動轉 因為不夠快 要被人拼勾 拼勾了一下 他今早就死了 FINNY被一避 草主被一避 順角扁 被你打中也不方痛 HB 要還的 避免我一招流星光束 你很中 OK 就是這樣 避免Origin Pulse 這個位置 他沒辦法威嚇 現在我是沒有被威嚇的情況下 上了草主出來 這個位置 我覺得對面做錯了 其實火貓上個回合 不應該站在那裡 應該直接按parting shot 他可能怕我Nature Manus 吃Coyle Car也好 什麼東西都好 被迫著按這個fake out 還好 但我覺得可能轉一隻Armongus 按parting 然後上Armongus 剛才那位 這個位置 被迫著Coyle Car 這麼早就保護 也不差 算是追蹤輪次 因為我自己 低能了 真的木業 所以打在Coyle Car上 今天早上U-turn在火貓上 是不是低B 我這樣也不讀 OK 給對面一個保護 追回輪次 原本有個優勢的 這個時候 被迫著 U-turn 對 上Fini 對 上 對 沒有另一個play 對嗎 怕被人面子 也要 咬個靚底 這個時候 對面 其實可以Porn and Puff Porn and Puff 已經Porn and Puff 滿了血 我已經選不到 有什麼位置可以按Porn and Puff 假裝低B按個臉 對 鬼不知道我上Fini 但他也要按 對 這位置上月神 因為我怕他上草場 然後再救臉 明明對面不像 這樣打 照早 好 好 不像 我先按OriginalPulse 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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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招 嘩 吐血了 我一招廣防 到現時為止 一招都沒有成功擋過 廣防真的用來擺放 低B的 裝回保護就算了 這個時候 時間碼都到了大半 但對面有一隻加野蓋歐卡 還要我的火貓站在這裏 如果這個時候不按廣防 OriginalPulse 它可以吃了我的火貓 還要吃完我的月神大半條血 然後補多一招 撞下去 我就下班了 基本上我現在是Lunala 迫著按廣防 只要看對面動不動 都要按的 只要廣防 對面就不可以殺我的火貓 對面沒有水招 一招冰國 鑑餐為止的月神沒辦法 這下其實可以火推到草豬 但為什麼不火推到草豬 因為火推到草豬之後 死也好 不死也好 那我月神死了之後 我要上草豬 我上草豬 又不是寒著蓋歐卡 我火貓左手邊卡牆 右手邊死了一隻上草豬 我可以木取波落的蓋歐卡 但我木取波落的蓋歐卡 右手邊可以上火貓上來 我火貓的位置就被迫著吃OriginalPulse 所以我火貓是不可以留牆殺草豬 那時候的思路就是 不可以讓火貓留在牆上 所以沒辦法了 被迫著 有機會火推你也不會被迫 先按住Parting Shot 這個時候 其實是劣勢的了 你猜對面還有多少時間 頂盡3分半好不好 3分半我死了的月神 對面是蓋歐卡加1 怎麼打呢 這個時候 都猜到蓋歐卡一定要保護 因為木取打下去 未必死 但是會重傷 所以對面不用跟我搏 所以我獨盡他 放到這個位置上火貓 不可能不是吧 在這個時候 我聞到半點贏面 好像有點機會 對啊 我剛才劈喎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又要滿血了 這裏真的沒什麼用 快完都滿血了 這個時候 半點贏面出來 火貓沒什麼可以做 被迫著fakeout 這個位置 其實對面失敗了 你給我對面 火貓一定會轉草主 因為沒什麼可以做 下個 turn fakeout 基本上就贏了 但是這個位置 對面選擇了fakeout Affini 不知道害怕我Nature Menace 還是害怕我熱湯燒死火貓 不知道 剛剛那個 turn 沒有威脅 這個時候 我木取可以一下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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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但是我可以木取加火推 我不知道1000億個機會就是這個機會 就是最後這個回合了 究竟Ironman要不要死 一踢下去 嘩!砰! 他不可以轉草來吃 我有機會火推下去 咬的好弟 OK!火推! 砰! 死了 1000億份之1的機會 就是你一刻拯救了人類 就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贏了game 2 對面應該已經呆了 這個時候 來到偉大的game 3 究竟game 3 有沒有辦法可以 不用打到那麼激烈 不用打到那麼IQ 3000 這個位置都亂按 想一下game 3 怎麼打 應該會出炎帝 始終炎帝打雙草 滑爽 炎帝加著月神 之後後手當然是星星 當然是薇尼 火貓不帶 是垃圾 每次都是複勾 會有拍拖 不知道做過什麼 直接不帶 火貓上次最大的消息是什麼 他有沒有成功火推過Amongous 或者火推過草子一次 有沒有成功過一次那麼多 一次都沒有 他最成功是火推了對面的火貓 所以火貓回來 出去驗帝 真的想做 爽爽爽 這個時候 我們玩一棵很好玩的東西 雙打最好玩的是什麼 15-20 我玩的 猜妹一樣猜 裡面有1800萬個做法 排名分線後 包括蝕勾棉 不是 蝕勾棉 不會 蝕勾棉 太大了 木取棉 轉蓋歐卡 硬吃我招的棉 好似做了這個 還有的 Amongous 各位轉火貓 然後今早上U-turn 1800萬個做法 不管 直角樓選手 學牽爺打法 我覺得這隻Amongous要吃 就是這樣 這隻Amongous就吃了 第一棵就死了 去到第三棵 未過分半小時 就跌一個頭 1比0 很難追上去 就是這樣 這個棵你看到我火推進去 對 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看看這個位置 就是這裡 基本上我流星過速加上火推 點進去 對面點都要掉第二個頭 它拚勾不到鹽帝 我鹽帝送給它 因為它已經完成使命 推死了一隻草 已經完成使命 這個超額完成 這個被賣的使緣 對面就可以這麼投降 其實我剛才的湯都可以 因為我草主和火貓 只要吃一隻 而如果我吃了一隻草主的話 對面點都會剩下兩隻 它威嚇不到我的草主 基本上都可以下鋪線 威嚇不到草主 一掃木葉水 Block 4的蓋歐卡 它沒得打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Turne 已經定了輸贏 R.I.P 就是這樣 1千億分之一的機會 就是這樣 讓我把握了GAME 3 好 這場就是這樣 非常精彩 希望大家頂得盡量急口令 如果大家頂不上急口令 歡迎大家重播看多次 謝謝 拜拜 拜拜